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示范一个小的段落 非常适合初学者练习 这首歌是汪峰的河流 为什么就用这首歌给大家示范 因为这首歌全曲都是 大家很熟悉的手法 五三二三一三二三 或者六三二三一三二三 只是大拇指弹的弦不同而已 我用两种方法给大家示范 第一种用弹片 第二种用手指 我现在用慢速给大家示范 要注意的大家看了 整个都是六三二三 一三二三 或者五或者四 只是这个第一个音弹的不同而已 大家要注意就是弹的时候 这个波片一定是下上下上 这样交替波弦 这个对练习非常有帮助 大家一定要开始慢慢速练习 我给大家再示范第一个小节 上下上下上下上上 一直都是这样 一定要严格按照这种下上这种交替的方法 下面我用手指给大家示范 我用手指给大家示范 大家示范 右手这个执法 相信大家应该弹过 都是几三二三一三二三 只是弹幕子弹的弦不同而已 要注意的就是慢点练 左手要注意的哪些方面 第一个小节就是一M7和弦 只压这个就行了 大家注意一M7和弦 变到第二个小节的G和弦的时候 这三个手直接按上去就行 这个手一定要保留住 看到没有这个无名指是不动的 看这就不容易出错了 第三个小节AM和弦 这个没有什么 第四个第一和弦 注意第四个和弦 循环到第一个和弦的时候 这个无名指还是不动 还是保留在这里不用动 好的